我和我的工作人員是一個團隊 他們在整個抗疫對我很信任 我做一些決定他們都很支持 譬如很緊急地轉動工作時 我打給他們說不行了 要速度上升 雖然星期日大家都要回來幫忙 二話不說幾個病房經理都回來了 雖然這次抗疫是很辛苦的 不過我覺得令到整個團隊 無論是病房經理也好 或者我們下面APN、RN 那個合作性和team spirit 是更加賣前了一步 我覺得大家都是令到完成這件事 還有做好抗疫的工程 因為從一月開始 我十三美的同事 其實他們全部都以不容辭留在這裡 去對抗這個疫症 我都很願意跟他們留守到最後 大家要有正向的思想 還有我們大家也有很強的team spirit 大家就算做得很累的時候 大家都想一想大家如何互相去鼓勵 我就很樂意讓他們隨時找到我 因為我覺得前線的同事在這段時間 他們無論在一些意見上 他們都很需要很多支援 所以他們當有困難中施半夜 我都不介意去問我 大家去商討一下如何處理 我們十二B的座右銘就是 Have a life day 希望同事一看到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打氣的作用 可以立刻支取力量 同事都有一些小智慧 我見到 譬如說病人剛剛預定生日 同事都會在廚房跟他們訂一些雪糕 給個病人 病人都很驚喜 覺得很窩心 一班幕學工手我真的要多謝 譬如說好像醫院的工程部 書務部 或者是Transport 運輸部 他們真的一呼百應 我們說有需要的時候 他就立刻幫我們搞定 去砌好 前線有前線的壓力 他們在照顧方面 他們照顧病人 他們都辛苦 我想作為經理 是不要介意他們 可能不停會有問題問你 又或者他們有困難跟你說 反而是在這些他講的問題當中 我怎樣可以幫到他們 又或者當他覺得很困難的時候 有些不開心的時候 來找你談的時候 你願意在當中都支援他 我想除了物資 一些心靈上的支持和安慰 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作為經理 最重要的是 很願意去聆聽同事的聲音